中国女排的第一复工 贝伦集训期间,江徐云里召回国家队 在8月1日之后,国家队留出的各种照片都没有她的身影,空早已离开 近年来中国女排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复工 张蕊蕊、刘亚男、马云文、薛宁、许云丽、袁金月 张蕊蕊天生历史,在雅典奥运会中西可谓鹤立鸡群 身材出众一动灵活,无疑是中国女排史上最优秀的那一个 遗憾的是,千度阴才,过多的伤病使得她的排球生涯很短暂 高而不软,转而不笨的徐云丽 我认为徐云丽是历史中国女排复工中最优秀的那一位 她配得上中国女排第一复工的称号 徐云丽身高196厘米和女排名帅陈中和同为福建人 北京奥运会上拍手送水的徐云丽 被顶上关喜库的帽子 轮舵奥运会上剔谱马云文登场 一动蓝网步伐节奏掌握得好 扣球点高率亮大,出手速度还快 当时被聘为央视剪输嘉宾的郎平 对徐云丽这位超级剔谱印象极为深刻 无庸俊仪 徐云丽是郎党最喜欢的复工 大力被誉为蓝网长城 眼泥打出来之后才有得蓝长城北长城的说法 他的大跨步移动蓝网判断准确 动作卸调 起跳后也不失位 手法保持的也好 郎党说很直接 有小力在 球队的蓝网方面我很省心 郎兴丽要想达到了大力的水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弹翘能力突出 直空能力强 一动灵活 动作迅速 扣球力量大 徐云丽的进攻甚至比他的蓝网还要出色 身前的快球能打 身后的被平飞飞也能打 只第一级的是徐云丽的步伐节奏出色 和卫球阅配合的很多场被飞打的也是极为漂亮 徐云丽进攻特点能丰富郎党的战术 郎党对徐云丽后阿有加伤病毁了郎党的这一代价 徐云丽伤后郎党安慰他说 小力啊 去东京参加奥运会 的机票可不给你退吧 徐云丽和在场的赖导的眼泪就下来了 在领约期间 郎党安排徐云丽和朱婷同为一世 让徐云丽传授朱婷比赛经验 虽然年龄相差大 但两人成为最好的闺蜜 郎党安排退役的徐云丽 出席抗师傅的商业活动 又安排徐云丽去土耳其探望朱婷 待业的徐云丽前一段时间又被招致国家队 可见郎党对徐云丽的后爱 忘传赖道接班日人 空一离开国家队上月发现 徐云丽现身北轮的照片后 求你极其兴奋 因为国家队的薄弱的复工环节太需要人才了 很多球迷说 无论是付出还是任教训练复工 都很期待 但是网传徐云丽将作为赖道的接班人来培养 至今官方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 8月1日参加女排的普陀沙欺负活动之前 被轮女排的训练照片 集体看电影照片中大力力都十分长进 中国女排集训期间有庆祝生日的传统 但8月2日徐云丽的生日 没有任何动静 以后的国家队流出的训练照片 在无大力力的身影 最重要的是在8月11日 女排离开北轮前往北京 都没有看到徐云丽的身影 昨日北京的训练照片流出 也是重离寻她不见啊 让大家期待的领队接班人徐云丽 恐怕早已经离开国家队了 是的 那不见了 我猜的声音 就要离开了 有变快 有变快 她不是